第五百二十六节 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干脆做绝 雪崩即使杀不死那些阴魂不散的神人 将他困在山上还是可行的 这一回大家做事情都是很随意的 长孙很随意的上了玉山 云野来不及做准备就跟了上来 那些跟着云野的家伙想必也会跟上来 两个月的潜伏 无时好几回都发现了踪迹 可惜总是被人家逃掉 云野只要出门 总感觉有人坠在后面 这样的感觉几乎让云野发疯了 王八蛋 就是想利用云野的这种心理 把他活活逼疯了 一旦开始变得疯狂 就会露出破绽 被人家一击而中 三次 这两个月里云野几乎遇到了三次奇怪的事情 出去溜达的旺材回来后 总要把大脑袋在云野怀里蹭几下才会舒服 这一回旺材也是如此 云野刚要去揉旺材的大头 被无蛇拦住了 从旺材的腮帮子上 小心的取出一根棕色的刺 找来一只鸡 拿刺刺了一下 很快那只鸡就全身发黑的不动他了 云野估计 自己如果被刺到 下场和那只鸡差不多 无蛇只看到有一个老妇人摸了望台一把 指尖呢 有寒光 再去追就不见人了 幸好回来的及时 要不然就可以给云野收尸了 出个门都差点被大门上的冰流子刺死 胳膊粗的冰锥说断就断 不含糊 去书院呢 也会遇到巨石从山上滑落 娘的 那座山上就找不到一块石头 都是土山 幸好拉扯的是旺材 会用屁股顶住车员倒着走 眼看着巨石从眼前呼啸而过 人和马都会成肉腻 事实上云野这几个月很少出门 只要出门就会有大麻烦 现在是云野唯一能够把握的时期 就不知道人家上不上套了 一支支巨大的弩枪被八牛弩 钉在悬崖上 有勇士背着绳子贴着悬崖爬圆直上 可惜鹰嘴炎之所以叫做鹰嘴炎 就是因为顶部有一块巨大的突出部分 勇士抓着弩枪只能到达突出部分的底下 想要爬上悬崖 确实奢望 八牛弩的射程不足以抵达悬崖顶部 这一困难顿时令书院的师生绝望 好在有李太在 一个很大的孔明灯又被升了起来 下面牵着一根续绳 看着孔明灯升上悬崖 云野没有半点的奇怪 侍卫首领在自己的流星锤上夹了绳子 抡圆了之后飞了出去 锤头缠在孔明灯底下的绳子上 众人合力将孔明灯拽了上来 枝头粗的绳子 没办法往下搭锁到送人 对于这些人的智商 云野已经不抱指望了 指挥着大家往上收绳子 绳子收到尽头 结果发现下面绑着一根更粗的绳子 百丈高的悬崖 一盘绳子就足足有五百斤重了 幸好书院当初为了测量后山 准备了几盘长绳 要不然呢 想找到这样的长绳子 几乎不可能 巨大的铁环被侍卫用铁锤敲进了岩石 两根长绳 一座富丽 一座安全绳 看着被斜斜拉开的绳子 长孙问云野 这是为何呀 啊 这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就算是装人的篮子掉了 另外一根安全绳 也会让人沿着斜坡滑落 您看他们那里堆了很多的稻草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啊 长孙不再发问 侍卫首领命令两个身子轻盈的侍卫打头阵 两人坐到竹筐里 把腰里的皮带挂在另外一根绳子上 摇晃一下铃铛 竹篮就缓缓的下降 不一会儿 两人就平安落地 等竹篮被拉上来之后 云野请长孙坐了上去 又命一位伸手脚尖的女侍卫跟着 眼看着篮子缓缓的下降 云野的心都要揪起来了 所有侍卫都面朝外 严阵以待 只要出现活物 云野给的命令就是 格杀勿论 好不容易等到长孙平安落地 众人才感觉魂魄也归了位 不敢想象长孙出世以后 这里二会怎样的发疯啊 估计这里大大小小的人 从侯氏到云野 绝对不会有一个能逃脱的 侍卫首领当场向云野单膝跪地 大礼参拜 其他人也是如此 就连侯氏都蹲身失礼 云野笑着接受了 等篮子上来 又让侯氏和宫女先走 悬崖底下的脚盘不停的运转 从清晨一直到下午 这时候悬崖上只剩下云野 刘进宝和其他一些侍卫了 这时候大家有说有笑的 也有了胃口 把最后的食物吃完 云野笑嘻嘻的 把暖亭子一把火点着了 就和刘进宝首先坐上篮子 一溜烟的就下了悬崖 最后下来的人是侍卫首领 在清点了人数之后 索到就被刘进宝点着了 绳子上抹了猪油 两团明亮的火光 从悬崖底下很快的 就钻到了云层里去 这个时候 上面的人就算是有再大的本事 也下不来 长孙的鸾架一直停在悬崖下面 眼看着所有人都平安落地 这才起价回宫 因为他的任性 皇帝命他即刻回宫 明知道回去一定会受到责罚 所有人还是很愉快 李承贤李太李克都来了 听说皇后已经平安落地 准备前来的皇帝 这才没有来 只是命令皇后回宫 于侯 老夫做的所到 如何呀 公书目迫不及待的 跳出了邀功 云叶翻着眼睛说 马马虎虎吧 坐在上面一点都不舒坦 本侯原来呀 打算在所到上高歌一曲的 结果被吓得出不了声了 总算是活着下来了 一句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老江钻处人群说 侯爷 老夫亲自去看过了 大雪埋了足足有十几里 血面松软走不得人 即使用侯爷说的 把锅盖绑在脚上 也走不成 平地上还好 可是到了山道上就不行了 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悬崖 以前的那些个 栏杆石街 都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 山上冷得厉害 不到开春 大概不会化呀 听了老江的话 云叶立刻就把软甲 从身上泄掉 自从出现了一次危险 这席软甲就没离过身 脱掉软甲是浑身舒畅啊 在雪地里跳了两下 感觉从未有过的轻盈 回家的路上 吴蛇四处张望了一下 招招手 只见雪地里 忽然拱起了一个大雪包 狗子一身白色球衣 从雪里钻了出来 跑了几步 追上马车 一矮身 就钻了进来 没发现异状 没有人盯梢 给云叶和吴蛇说完话呢 拿过酒壶 大大的灌了一口 埋在雪地里 实在是不太好受 临近年关 本来是杂耍团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但是那个被李怀仁 暗中盯住的杂耍团 却四分五裂了 打听过才知道 班主失踪了 大家没了靠山 只好散开 各自谋生 听了这个消息 云叶高兴的 喝了一大壶烈酒 醉倒在家里 所命的无常 终于被困在山顶上了 有猎人说 玉山山顶上有鬼魅 时常有凄厉的哀嚎声 传出来 大年二十三 云府已经沉浸在 浓浓的新年气氛里 买来的肥猪 被一头头的屠宰 十几口大锅 一字排开 今天府上要杀生处 鸡鸭猪羊 都需要在今日宰杀完毕 过了二十三 就不再杀生了 管事把成群的鸡鸭撵过来 狐义们只要抓到 看都不看 把脑袋拧两圈 就随手扔在大锅里退毛 杀鸡鸭 他们讲究不见血 尽管云叶很不习惯 但是日子不是自己一个人过呀 所以呢 也就清之认知了 云叶带着云木和云宝宝 去给宫里送年货 这是云家每年的惯例 因为长孙是云叶的先生 所以礼节必须要进到 今年进宫的 还有时事 小五 狄伦杰 他们三个呀 是去给长孙磕头的 徒孙一辈的人 长孙早就想考教考教 才进宫 时事带着礼物 就去了杨妃的住处 长孙也没有要求时事 必须给自己建立 李岸笑嘻嘻的迎过来 给云叶行了个礼 就殷勤的 接过时事的包裹 两人有说有笑的去了后宫 时事节也真是的 嫁个草包王爷也这么开心 还用心织了漂亮的毛衣 我要都不给 说是送给杨妃的 有一条很漂亮的围巾 那么大的牡丹图案 也不知时事节是怎么织出来的 问她借过来 显摆一下都不许 笑其样子 小五不满的看着时事和李岸 总觉得他们两个不般配 时事人温柔 女红做的也好 饭做的也好吃 尤其是她包的素包子 那味道是最好的了 更难得的是一身的好功夫 一丈多高的墙 踩着墙壁就能飞上去 真正的飞檐走壁 再加上长得漂亮 配那个癞蛤蟆一样的李岸 那绰绰有余 不过李岸也知道好歹 自从云印把时事许配给了李岸 这家伙一身的臭毛病 倾客间就不见了 以前还听说 他和李又不上课的时候会去青楼 或者在长安城横行霸道 但是现在呢 简直是一个王爷中的典范呢 走路都规规矩矩 以前摇脑袋晃腰的 这谁看谁都想抽 他和李克是亲兄弟 可是从他身上找不到半点王族的优雅 云家送进皇宫的礼物很多 必须先从李渊送起 如今霸占了整个太极宫 在这座大殿里作威作福 听说云叶来了 高兴的让内侍迎进来 见云叶带着四个孩子 一人捧着一个盒子 满怀兴致的走下龙椅 亲自打开盒子 越看越喜欢 小五抱着的盒子里 装着一颗很大的桃子 是仙桃 足足有一斤重 红艳艳的好看呢 上面的绒毛都没有洗掉 李渊接过盒子 深深的闻了一下 对云叶说 小子 有心了 大冬天的 找这颗桃子 可不容易啊 心意 老夫收了 从身上摘下一枚明珠 就放在小五早就伸出来的小手上 这是每年都有的节目 调皮贪婪的小样子 惹得李渊又是一阵大笑 嗨着小五的头发说 想要好礼物啊 明年就再来 云木抱着一个盒子 见李渊忙着和小五说话 不理自己 就把盒子一个劲的往他身上蹭 李渊开心的打开云木的小盒子 见里面装着一个玻璃盒子 不明其中道理 只见云叶接过盒子 掏出一枚钥匙 在一个孔里拧了好几圈 就听见玻璃盒子里面 传来叮叮咚咚的声音 太上皇明简 小子把这东西称作八音盒 里面的铁柱上 有一个个的小凸起 音阶不同 只要弹簧敲击到凸起的音柱上 控制好速度 就会自动演奏 可惜小子不通音律 太上皇乃是其中大家 闲暇时不妨调整一下 看看能否奏出 更加美妙的音乐来啊 哦 有此事 李渊的兴致 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 打开了盒子盖 果然看见里面有一个弹簧 在敲击音柱 欣喜之下 立刻就准备研究 云木见自己没有礼物 别着嘴就要哭 李渊赶紧从怀里 摸出好大的一枚金牌 给云木挂在脖子上了 这才让他破题微笑 男孩子抱的礼物就很一般 云奶奶亲自秀的一件 百服衣 云业亲自画的一幅乌龟长寿图 虽然呢 这才是正式的礼物 但是李渊就是喜欢桃子和八银盒 对正礼呢 并不如何看重 随手赏赐了云宝宝和敌人节一人一块玉佩 就给打发了 光宫里送了一圈礼物 到了傍晚 才被李太 李安送出宫 李安盼着上元节的到来 自己好与时事一起赏运 李太则对云野怨念深重 八银盒这么好的东西 居然没有自己的份 玉山风顶 每到夜间就会有一缕青烟升起 天亮的时候准时会熄灭 一个瘦小的身子在雪地上挤持 速度很快 但是他矮小的身体这时候成了他最大的累赘 只要他跑得稍微慢一些 两条小腿就会陷进厚厚的积雪里 变得笨重难堪 刚嘴嚎了一嗓子 谁都想不到一个小小的身子里 居然会发出这样大的声音 又一次突围失败了 江离只好把身子躺在雪地上滚回去 他在雪堆里挖了一个洞 只有在这里 他才感受到一点点温暖 如果绿珠的腿没有断掉 两个人配合着 怎么都能下到山下去 如今绿珠发着高烧 双腿肿得紫青 肋骨也断了三根 动都不能动了 如何能逃出生天呢 以前还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谁能想到 青客间主客意味 自己在稀里糊涂中走进了绝路 胃里像火一样的难受 江离抓了一把血 填进嘴里 想要扑灭激活 血水进肚子 饥饿的感觉越发的强烈了 刨开冰雪 才找到了几粒松子 上一回吃饭呢 还是自己抓到了一窝 在树洞里过冬的松鼠 两个人靠着一只松鼠的储粮 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钻进了洞里 江离把松子砸开 掏出松子味到了绿珠的嘴边 食物的味道让绿珠自动的张开嘴巴 六颗松子而已啊 嘴巴张得再大 那又能如何呀 绿珠醒了 饿狠狠的看着江离说 我还很饿 再给我喂一点 江离摇摇头说 没有了一点都没了 绿珠艰难的把头转过去 面对着雪碧不说话 这时候的绿珠 哪里还有半点美人的风姿 娇嫩的脸颊全是洞窗 露在裙子外面的脚趾 已经发黑了 如果云叶在这里 他会立刻建议绿珠 把脚切掉 要不然寒气侵入血脉之后 那一定会有性命之忧 阿猪你躺着 我这就去找吃的 现在天晴了 外面说不定 有老鹰飞过来 我用石头去打 给你打老鹰回来吃 烤熟了吃 江离温柔的安慰了绿珠 把残破的毡子 盖在了绿珠的身上 想了想 又把自己的球衣 挟下来给它盖上 又捏手捏脚的出了洞 现在想喝口热水 都是奢望了 出了洞的江离全身缩成了一团 迎着头看着天空不住盘旋的老鹰 甩出去了一颗石头 结果石头到了半路就掉了下来 老鹰飞得太高了 白晃晃的雪地刺得眼睛发疼了 以前一直住在江南的江离 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两只眼睛有时候会什么都看不见 无奈的躺在雪地上 准备休息一下 抬眼看着蓝天 眼睛才舒服一些 老鹰盘旋的圈子变小了 身子好像也变大了 江离 眯缝起了眼睛 这不是错觉 老鹰飞得低了 说不定 他发现了猎物 江离左右看看 除了自己 没有发现活物 难道说 老子是猎物 他干脆放松了身子 漆黑的衣服在雪地里 显得是那么的清楚 老鹰从江离的身上飞过去 一遍又一遍 山顶的寒风 已经快要把江离给冻僵了 不大去管左手 只把右手揣在怀里 贴在胸口上取暖 一会儿就要靠这只手 给老鹰致命的一击 老鹰终于落地了 但是非常的小心 靠近走了几步 又退开 黄褐色的眼珠里充满了疑问 眼看着天上别的老鹰也要降落 为了多吃一口食物 老鹰一下子就跳到了江离的身上 粗壮有力的爪子 深深的嵌进了他的肩膀上 长长的圆 闪电般的向他的眼珠捉来 江离脑袋一片 右手的刀子就深深的刺进了老鹰的肚子 老鹰刮的惨叫了一声 斩翅就打算逃跑 巨大的翅膀扇起了狂风 雪栗子打在江离的脸上生疼 那双扎进他身体的爪子 将他带得几乎离地起飞 江离闭上眼睛 拿刀子狠狠地在老鹰的肚子里搅了一下 锋利的刀子一下子就把老鹰的内脏全部给割了下来 掉了江离一脸 老鹰无力的扑击了两下翅膀就不动了 江离非常的高兴 把老鹰爪子从自己的肩膀上卸下来 顾不得包扎 有了这只老鹰 绿猪四五天都不用考虑吃食了 再坚持几天 等那些雪变硬了 自己就能带着绿猪离开 直接回到江南 这个鬼地方 一天都不多留 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茜茜茜